清朝灭亡后,末代皇帝溥仪成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,新中国成立后,他经过劳动改造成了新中国公民,溥仪共有七个妹妹,那么他们的命运如何呢? 大妹韵英,生于1908年,长大后嫁给了末代皇后宛容的哥哥郭布罗润良,后得极信兰尾炎,当时家里人不信西医,结果耽误了病情,不信去世,年仅17岁。 二妹韵和,于溥仪是义奶同胞,后被溥仪许给了维满洲国总理郑孝须的孙子郑广源。 日本战败后,紧紧辗转才回到北京,成为一门普通的劳动者,2001年去世,享年91岁。 三妹韵英,于溥仪是义奶同胞,生于1913年,溥仪对其颇为宠爱,长大后嫁给了末代皇后宛容的弟弟郭布罗润良,日本投降后,润良被抓,运引回到北京, 建国后在朱总理的关怀下成了政协委员,1992年去世,享年79岁。 四妹韵贤,生于1913年,成年后溥仪把他嫁给了蒙古贵族的赵琪凡,新中国成立后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,2003年去世,享年89岁。 五妹韵欣,于溥仪是义奶同胞,生于1917年,溥仪把他嫁给了轻衣老万生氏之子万家熙。 日本投降后,万家熙被抓,建国后,他自食其力,在饭店当会计,1998年去世,享年81岁。 六妹韵鱼,生于1920年,后嫁给满族贵族完颜艾兰,没有和溥仪掺和在一起。 建国后,他凭借自己的绘画功底,成了一名中外有名的画家,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,1982年去世,享年62岁。 七妹韵欢,生于1921年,他的婚姻没有被自己的身份束缚当成政治婚姻的牺牲品,而是属于自由恋爱。 1950年,他嫁给年长自己两岁的乔洪志,婚后与丈夫偷身教育事业,2004年去世,享年83岁。 二十二十年来世,享年与丈夫偷身教育事业,2007年,1970年,知道客人的广告,长期观世,享年世,享期盟。 郑 Ei,请您回答您,您回答您,您回答您的这比较美术展规才能生成的绘画桧小学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